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的支持者 星期天在首都蒂利波里的街头进行庆祝 因为利比亚政府说 政府军夺回了曾被反对派占领的城市的控制权 但是那些城市的军民否认利比亚当局的说法 卡扎菲的大批支持者挥舞旗帜 冥想汽车喇叭并朝天开枪 早些时候蒂利波里响起重机枪的枪声 利比亚政府发言人对媒体说那是庆祝的枪声 利比亚国家电视台报道说 终于卡扎菲的军队从反对派手中夺回了米苏拉塔和游港拉斯拉努夫 但这两座城市的军民和目击者否认这些说法